如此高大上的金属为什么低调了那么久 万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 今天我给你捋一下 钛金属用在万表上所遇到的挑战和各家的高招 可能改变你对钛金属万表的看法 百代斐力英武罗5711停产 坊间开始狂野推测 材质上聚焦在钛上 但是最近百代斐力Qubitus流出 还是终结了钛金属万表的幻想 一致认为做豪华运动表 钛无疑是最优选 事实上江士丹顿 劳烈士 欧米加等瑞士品牌 滚蓝师和西点城等亚洲品牌 则有着更悠久的使用钛的历史 其中西点城的舒博钛 甚至成为日本航天的供应商 本期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学习笔记 希望对你下次买表有参考 同时也讨论几个话题 比如钛金属容易刮花吗 钛手表太轻等等等等 开始之前请你确保已经关注了 咱们一起创作优质内容 首先 万表已经从即时工具 进化成乐视品 Luxury 属于珠宝的字集 说白了 就是显贵显好 最显好的是金子 退而求其次的是钢 论性能 钛金属比钢好 能用于各种高金钱领域 但是钛的本色是不显好的 这就是为什么钛万表稀少的原因之一 但从某种角度来说 钛可能是更适合咱们的性格 钛字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 始于西周 汉朝以后是传授儒家经典 培养统治人才的场所 西方历史上 Titanium来自Titan 古希腊神话里 Titan是奥林匹亚之前的神 钛金属具有轻盈耐腐蚀 生化惰性强等特性 能够承受极端温度 因而特别适合用在航空航天以及医学领域 钛金属在坚固性耐腐蚀性和可加工性方面都是十分突出的 如此高大上的金属为什么低调了那么久 因为咱们中国人还没瞧得上 这或许是玩笑 但客观的说是因为稀缺和加工难度 钛金属颁表挑战之一打磨难 因为钛导热性好所以抛光机械抛光化学抛光电解抛光等粒子抛光都会变暗不闪亮 不像金表和钢表抛光了就很炫了 再加上首饰液的复合打磨的引进就更显好了 但是钛不行 尤其是接近纯钛的二极钛 这个二极钛金属论性能可以说把钛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了 遗憾的是呈暗灰色光泽 打磨方面实践证明目前的技术只适合做拉斯打磨 比如蒂多的某些款式 因为主要突出的是作为潜水表的性能 所以就直接用了二极钛 但二极钛也有玩出花儿的 欧米加就巧妙地利用了二极钛这一低调的特性 打造出防光线反射的高级运动腕表 无瑕复斯 确切地说是海马300米007特别宽 这款表跟电影007无瑕复斯同步发售 腕表整体是二极钛金属打磨的 所以呈这个偏灰的金属的光泽 最鲜明的特点在于热带色的铝制表圈和表盘 还有欧米加标志性的扩建纸针 这纸针刻度都是复古色的 Superluminoma夜光涂层 确保黑暗环境下独视性能 干特工的都需要 在表盘六点位置上和后盖上都有一个箭头标记 这个标记常常用于表明该物品属于英国军方所有 这个箭头我个人觉得很可能也是三支步枪搭起来的图案 因为英国有一个摩托车品牌 老一袋玩车人都知道 三枪 不管怎么说吧 除了箭头 后盖上还有一堆数字 什么0552 这个指的是皇家海军 9237697 是潜水表的物品代码 而这个A呢指的是玄如式表冠007 当然指的是詹米斯邦德了 62代表1962年 这是第一部007电影诺博士上映的年份 搭载了8806制真天文台机芯 这相当于8800的无力版 其实我更喜欢无力版 你喜欢吗 这个制真天文台机芯啊 防瓷15000高丝 精度是天文台机芯的两倍 不当特工都对不起的装备 由米兰链和NATO表战两种配置啊 售价分别是 注意啊 这个不是限量款 而且Daniel Craig在无暇扶死之后 将不再出演特工詹姆斯邦德 所以如果你是他的粉丝的话 You know what to do 万表流行力的创始版 讲的就是米兰链 欢迎你去看看我第一次视频是啥样啊 简单说 米兰链的灵感是中世纪五世的锁子甲 即坚固与舒适于一身 米兰链也分369等 而这款米兰链呢 首先是二极泰的 比较稀有 其次呢 它编织的比较细腻 加上钛金属特有的哑光效果 看上去更像是缎带 也是米兰链里最独特的 给人的感觉 就是这个米兰链在做好了以后呢 好像又这个又垂平了一样 所以它这表面呢是更加的细腻 折叠表扣它的调节还是很方便的 你看它这个把这个开关打开 然后移动到那个孔位上 在盒上就实现了调节了 表扣直径是42毫米啊 没超过43毫米的上限 如果手腕细的话 因为哑光的色泽和表圈的存在 并不显大 西光的钛金属米兰链就更不显大了 欧米加巧妙的利用了这些特点 二级钛金属论性能可以说 把钛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遗憾的是呈暗灰色光泽 打磨方面 目前的技术只适合做拉斯处理 传统上大家认为 显好的抛光还不适用 从有人不服啊 我拿一个教具给你分享一下我的收获 这应该算是一个反面教材啊 这款表应该算是教具之一吧 二级钛但是抛光的运动表 看图片我超喜欢 因为像我的明觉期 我喜欢铁灰 但更喜欢铁灰的枝端或者边缘有镀铬件 这款表应该算是古堡灰 二级钛带抛光 居然还有抛光 只不过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闪亮啊 而且看细节 也不像高级指标传统的那种抛光 关于二级钛抛光呢 其实它更适合用电解抛光等一次抛光啊 如果抛光做的好 二级钛可以达到非常高的亮度 几乎像镜面一样 我估计我有一颗牙就是这种抛光啊 化学抛光的二级钛的缺点 包括成本较高 得用装用设备还有器材 另外呢表面损伤有风险 如果操作不当 化学抛光可能导致表面损伤或不均匀的光泽 环境影响就不用说了 化学品可能对环境有害 需要妥善处理和处置 还有什么耐标性降低的问题啊 后续处理的需求啊 比如化学抛光后 可能需要额外的保护涂层 以防止氧化或者腐蚀 听起来好像都不适合做腕表啊 但这个运动品牌就是做了 不过这些链接都不是咱们常说 那种什么实心的或者卷片的啊 它是薄片成型的 轻上加轻 有一种坦克中甲车车身的那种感觉啊 估计是德国人设计的 结论 二级钛不是不能抛光 而是抛光后因为氧化层会变暗 钛是一种非常活泼的金属 在空气中会迅速氧化 形成一层薄薄的氧化钛层 氧化钛层是无色的 但当它变得足够厚的时候 就会呈现出暗淡的灰色或者蓝色 董行的朋友欢迎拍转 下面说一个问题 钛容易刮花吗 我的回答可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啊 不容易刮花 因为钛金属有以下特点 高硬度耐磨性结构强度 最关键的是钝化层 钛表面形成钝化层具有良好的保护性啊 可以增加其耐腐蚀性和抗刮叉的能力 所以你问的问题会不会是 钛刮花了会不会很难处理呢 基于以上特点 这个答案倒是肯定的 但问题是 你真的把自己当特工了吗 那么一旦刮花容易修复吗 回答是DIY修复具有挑战性 但仍是可能的 另外在专业售后 人家有know how 所以这都不叫事 真的想干外勤特工的 可以考虑宝破 他们家的表有二十三级钛的 钛金属腕表挑战二 怎么更显好 高级质表和珠宝都需要打磨来显贵显好 五级钛是目前最好的选项 加入了铝和凡的五级钛 有优异的耐腐蚀性和强度 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钛合金之一 通常用于航空航天医疗器械等领域 刚好也适合打磨 高级品牌的表多用五级钛 说白了啊 就是把钛改性 让它适合像钢一样打磨 也不用再搞什么904L的 不过 西底层和灌篮师等 还是把自己的钛 叫做舒布钛和高密度钛 估计是合金配方略有差异吧 江士丹顿 老烈士 欧米加 百年龄和枝白的品牌 都开始上五级钛了 今年任务表展上 江士丹顿的纵横四海驼分轮款 就是五级钛的 而且表圈的机理 与贵金属的和钢的都不同 灌篮师的高密度钛腕表 我们也介绍过了 你会问 宝珀50群深浅器全力腕表用的 二十三级钛怎么样 二十三级钛应该说是五级钛的 更纯的版本 跟二级钛一样 更耐腐蚀 比五级钛更抗刮叉 接下来说说 钛金属腕表 挑战之三 成本与产量 因为钛特殊的性质 要求专用的加工设备 不考察产业链 不知道人家是要批量的 没有批量 贵死你 管你是罗阶杜比 还是百大费力 价格贵死你的有 Richard Mill RM65-01 麦克伦WE 麦克伦WE超跑灵感 机芯集成了自动上线带助轮的 追真即时功能 并使用高科技材料 如五级钛金属和碳纤维 复合材料 限量发现500枚 RM这种级别的表 用料无所谓批量 所以它用不用钛 不影响售价的 但瑞士的中间力量 比如欧米加和劳力士 得益于品牌的产销量 都用上了五级钛 劳力士Youtmaster 42 采用的是RL-X钛金属 42毫米 应该算是一种五级钛 所以你看它的打磨 它跟904L的劳力士一样 具有神奇的光泽 但把钛金属材质性能 发挥到极致了 可能要属 欧米加的这款海洋宇宙了 用了喷纱处理 氧化钛层是无色的 但当它变得足够厚的时候 就会呈现出暗淡的灰色 或者蓝色 维喷纱工艺 让五级钛表壳着色 灰里透蓝 很显然五级钛 适合的不仅仅是抛光 它的全名是欧米加海洋宇宙 Ultra Deep Ultra Deep腕表防水6000米 符合ISO6425标准 腕表直径大到了45.5毫米 但仍然适合常人陪戴 表牌有白色陶瓷 和蓝色灰色和黑色的渐变效果 时尚感很强 表背装饰有激光眷客的声纳标志 庆祝万表创造的深浅世界记录 我们去年讲的那支Summer Blue版本 表牌上呈现出 马里亚纳海沟底部的地形和水洼 并标注有欧米加创造的 10935米的世界深浅记录的长 成就这个建议你去看一看 这个系列包括七款表 其中一款就是五级态的 它搭配独特的表带设计 机芯是8912机芯 通过METAS认证 房瓷15000高丝 60小时冻处 Ultra Deep这个造型 因为它是一种仿生学造型 如果你把这个地方的表表露出来 你就看见了它是一种仿生学的 号称是魔鬼鱼的造型 这个是它这款表的一个特点 说适合常人佩戴 指的是表壳虽然大到45.5毫米 但我们之前的视频说过 通过优秀的设计 让你戴上不绝的大 朋友你去看看 手腕系但是喜欢大表的朋友 会喜欢这款超轻的五级态腕表 关键是欧米加在五级态表格上做了一些很难得的一些打磨 比如说这款表啊 不是常用的那种拉丝和抛光 而是用了喷纱处理 戴上以后有一种钢表不具备的美感 同样用五级态维喷纱处理的 还有创下超薄记录的宝格利Octo Finissimo的Ultra 我不太确定欧米加海洋宇宙Ultra Deep 很好的解决了钛材质的性能打磨和批量的问题 但综上啊 Ultra Deep应该是最到位的 我们家劳力士地多这些销量大的品牌纷纷上马 枝白贵官我上次说到了啊 仅比钢款贵小几千 怎么回事 提醒你啊 贵官的钢表可是904L钢的哦 唯一一难理解的是浪琴 浪琴其实也出了钛金属款 但是预期售价比钢的贵大概30% 这说明还是产业链出的问题 最后太金属万表绕不过的 其实是一个美学问题 所谓美学问题啊 不是讨论好不好看 而是讨论美的抽象规律 比如你在大表的时候 常常伴有下坠 或者是要么重量 要么尺寸过于显著等等 好看不好看是主观的 但某些关系处理不好 你不一定会觉得很自在 高级质表 纯统上确实是以小为美 以薄为美 这也符合美学规律 就好比经典的芭蕾舞 但同时你也不能否认 Jean Kelly的Tita舞 或者是Michael Jackson的舞 也有着某种美的诱惑 某些美的设计还没有流行开来 是因为技术尤其是材质的制约 美学上大表的设计可以是很美的 像黑莎克蜜勒也很好 罗杰杜比也罢 都是大表设计的美学尝试 但如果材质跟不上就无法实现 金凯利其实是很壮的 但他用轻盈的物资征服了观众 在某些情况下 他的魅力不亚于古典芭蕾舞 太金属万表在性能完工度美学 让高级制表全新的美成为可能 现在百代菲利的Cupitus出来了 还是没有太的 说它是因为成本原因也不一定没有道理 5711的升级仍然是个悬念 批量较大的品牌已经开始享受太表的红利了 5711面临的不确定性是 你们这帮裸粉到底能消化到什么程度 少了不值得开模具 多了会不会影响经典系列的销售 艾比的皇家相书案例还没有明确的结局 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谢谢咱们下期见